在贵州安顺市平坝区的一个村庄上 住着一位怪人 他每日凌晨起床赶去工地辛勤劳动 傍晚时分也从不留宿家中 剩下妻子一个人独守空房 而每次有人上前找他搭话时 他总是避之不及 生怕在与他人热聊之后 就耽误了自己的大事 据悉 这位怪人名为刘朝仙 已经生活在桃花村十多年了 在大多数人看来 夜不归宿几乎就是 移情别恋的不良征兆 但事实并非如此 刘朝仙之所以很少回家 完全是因为 他要赶去桃花村山顶的一个神秘洞穴中 完成他的另一份工作 那就是守着567具棺材入睡 令他感到欣慰的是 这份工作得到了妻子的鼎力支持 他们夫妻俩从未因为这些事情吵过一次架 那这567具棺材内躺的究竟是何方神圣呢 刘朝仙又为什么如此心甘情愿地去完成这份工作 他每日不辞辛劳所得到的报酬是否丰厚 这一切还得从头说起 其实这567具棺材一直以来都是桃花村人坚持守护的秘密 按道理来说 寻常人如果先逝的话 基本都会被抬入棺材中 然后送往专门的机构进行火化 而这567具棺材之所以没被送入专门的入殓机构 是由于棺材内躺着的人身份不同 他们都是曾经在村中叱咤风云的苗族长老们 而苗族历来有一个洞葬的习俗 也就是在这些苗族先辈们不幸事事后将它们火化 然后将骨灰以及生前所用的衣物都一同放入棺材中 除此之外 这些棺材也不必直接埋入地底下 必须将它们长年累月地聚集在一起 一同放在隐蔽的山洞之中 而这样的入葬方法也是大多数苗族先辈们的意愿 他们不愿同族人孤苦伶仃地葬在荒野之中 比起这种方法 他们更愿意自己的棺材能够在死后与其他人抱团取暖 这是苗族人特有的温度 也是桃花村人想要代代相传下去的习俗 由于这种入葬方式与传统的入葬习俗大相径庭 为了避免引起诗人非议 除非他人主动开口询问其中的奥妙 否则桃花村人根本不会主动向外界提起此事 就这样 随着村中的族人先辈们都相继去世 摆在葬洞内的棺材数量越来越多了 只终究没能包住火 不幸的是 由于当时葬洞内长期无人看守 很快桃花村入葬族人的秘密 就被一些四面八方的外来游客发现了 对于已失去之人 绝大多数人都是抱有敬畏之心的 他们在得知此事后 纷纷摘下头顶的帽子 庄严肃穆地站在这些棺材面前默哀 虽然躺在棺材内的是少数民族人 但毕竟 56个民族是一家 在很多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 任何种族都平等 任何人都应当被尊重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 这只是绝大多数正常人的想法 而非是全部人的想法 总有一小部分肆无忌惮的人 做着一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恶事 每当村中灯火熄灭 众人安然入睡之时 总有人无耻地做着一系列的盗取行径 他们饥不择食地掀开棺材 翻看着其中是否有一些苗族先辈们 留下的直贤物品 一旦他们找到 就会毫不犹豫的收入包裹之中 带出去以谋利益 每个人的财物都来之不易 或许在他们指尖轻轻划过的物品 都是这些先辈们 拼搏一生所换来的心血 若以一人之私欲 换取他人之心血 视为不易 若以一人之妄念 惊动他人之亡魂 更为不仁 如此不仁不义的行径 早晚会被曝光于光天化日之下 当桃花村的村民们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 都表示十分痛心忌少 他们万万没想到 全村苗族人守护了几百年的秘密 竟然在公开之后 得到的不是尊重 而是亵渡 他们想做出有力的挣扎 却不得不接受着 盗贼早已逃得无影无踪的事实 最终 为了避免恶果再次循环 桃花村的有关部门 决定临时登车一个岗位 那就是守官人 由于盗贼都是在夜间潜行 因此胜任这个岗位的人 必须每日上夜班 不仅如此 村中能够拨出的经费有限 每个月只能支付三百多块钱的工资 这样简陋的条件 让许多桃花村的村民们都措手不及 就在此时 有一位勇敢的苗族村民 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 这位村民就是刘朝鲜 此人并不是闲散数年的无业游民 也不是急需钱财的穷苦之人 他有一份正经的工作 那就是村外一个工程项目中的工地工人 虽然工人在无数人眼中 是一个蓬头盖面 整日于灰尘为友的职业 但不得不说 成为一名工人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首先 他需要具备一系列的装修打磨技巧 其次他更需要有一种吃苦耐劳的精神 比起在大楼中工作的商务人士来说 工人的辛苦 更多的是归结于身体上的疲累 为了不拖延整个项目的进度 他们往往在早上六点的时候 就不得不起床前往工地 而晚上更是很晚才下班 而刘朝鲜作为在工地上 埋头苦干了将近十年的工人 长期高强度的工作环境 早已让他的身体不复从前 令众人意想不到的是 在这样的情况下 刘朝鲜竟然会毫不犹豫地答应这份守官人的特殊职业 面对众人的担忧 刘朝鲜却依然从容不迫 在他看来 自己去守官其实就是换了个地方休养生息 并不是一整夜都不能睡觉 因此这份职业对他的身体状况根本无伤大雅 不仅如此 刘朝鲜的妻子也十分认同丈夫做这份工作 他的妻子一向是贤妻良母 每当刘朝鲜出门赚钱的时候 他总能将家里的大小事物打理得井井有条 在妻子看来 守护着这567具棺材入睡 也就是守护着桃花村历代的苗祖祖先 总有人需要去贡献 总有人愿意去牺牲 也许是因为刘朝鲜和妻子多年来 看待任何事情的三观都一致 他们才会日复一日地情比金坚 在很多事情上都永远无条件地支持对方 最终 在万众瞩目下 刘朝鲜得到了守官人的岗位 他在意的从来不是薪水 也从来不是生活带给他的疲惫 而是自己是否拥有一颗 坚如磐石的赤子之心 这份心境何其珍贵 值得他用一生去缅怀 自此之后 在桃花村中总能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 他白天匆匆忙忙地赶往附近的工地 晚上回家吃了饭后 又一一惜别地告别亲人 不辞辛劳地登往桃花村的山顶洞口内 他时常裹上被褥 陪着这567具棺材席地而睡 这份温暖一直延续着 几乎从未停歇 几乎从未停歇